Hi guys, welcome back to understanding daily headlines with PIN 今天是2022年2月9号,星期三 我们的新闻是 美国政府巨额投资计划或全面介入全球新战 美国政府巨额投资计划或全面介入全球新战 好,要怎么理解呢? 首先,美国政府,很简单,American government 然后巨额,巨额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巨,巨就是大,很大,非常大,巨 那额是什么呢?额是数量,很大的数量,巨大的数量,非常大的数量 通常我们用巨额来表示金钱的多,就是这个钱很多很多 好,巨额啊,就是很多的钱,很多的金钱 好的,投资,投资,投资是什么呢? 这个也很简单,就是invest或者investment,投资 那么计划,很简单,plan,plan 或,这里这个或不是或者,是或许,也许的意思 所以就是,这个或呢,就是有可能,有可能,好吗? 然后,全面,全面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全面就这样子,就是fully,全面的,fully 好,下面一个啊,介入,好,又是一个动词 介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进入,进去的意思 get involved,介入,可以吗? 好,全球,我们已经讲过了啊,the whole world,全球 下面一个心站,好,首先什么是心? please look at the picture which is in his finger 这个小小的,就是我们叫芯片 芯片,芯片可以用在电脑里,或者你的手机里,或者机器人里 都需要用到这个芯片,好吗? 好,最后一个战,战是什么呢?就是战争,就是wall 心站,就是the wall of this kind of 芯片 好,连起来啊,所以是美国政府,American government 巨额投资计划,很多很多的钱的这个计划 也许,也许,或,就是也许,全面,就是fully in 好吗?全球心站,the world,这个芯片的战争 我,ok?